萨达姆是如何成功逃亡八个月的,最后一个原因是关键。 2003年,美国成功刚入巴格达之后,萨达姆眼见情势不妙,就立刻开始准备逃亡了。 但是即使是这时候,萨达姆也是很有男子汗乞丐的,他率先将家里的女性都送出国去好好的安顿好,然后自己采贺儿子孙子断后。 但是可惜的是,在逃亡途中,他的儿子都死了。 和卡扎菲相比较而言,萨达姆的逃亡算是蛮成功的,毕竟卡扎菲逃了四十多天,但是萨达姆逃了将近八个月,最后被自己的下属出卖,才被美军抓住的。 那么萨达姆为什么能成功逃亡八个月呢? 首先,萨达姆很识实物,他看着外面的情况,知道自己的百姓中并没有多少微信,甚至一不小心还会被他们出卖。 所以一开始逃亡的时候,他就很低调,所有标志性的物件都不带,就带了美金和几个贴身保镖。 逃亡的一路上,保镖人数也是越来越少,一来是萨达姆为了缩小逃亡团队的规模,所以将几个保镖解决了,另一个也是因为有保镖受不了逃亡生活,被萨达姆查局后处决了。 另一方面,萨达姆也是有人帮助的,当时萨达姆有国外的几个中东国家的支持,所以一路上有人为他们打电,处理躲藏痕迹,所以和卡扎飞相比较而言,萨达姆的优势就是民进还没赛,所以不会处处有人找他。